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刻的戏片是无比紧张 他明明记得他什么都没写啊 但为什么高木看得那么认真 难道是写了什么忘记了吗 换 换给我 就算有写东西一定是别人写上去的 很明显戏片又被抓弄了 不服气的他趁高木上厕所的时候 把他的橡皮擦偷了过来 如果上面写了名字 就能反过来捉弄他了 西片再一次被计算 完全不是高木的对手啊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那块橡皮擦的另一面 其实有更好的答案在等着自己呢 这不应该改成高木的千层套路才对啊 而为了套路西片 高木也真不容易 轮到西片值日这天 高木也找找到了学校 但到了教室 西片却不见对方身影 果然躲起来了 原本西片还松了口气 觉得自己逃过一劫 但这时理智告诉他 高木没那么好对付 那双鞋子是障眼法 而整个教室唯一能躲的地方 就只剩那里了 结果什么也没有啊 然而就在西片恍惚之际 窗帘很透我都看到咯 只要回想刚才西片的行为 早起是值得的 那么早起就是为了抓弄西片啊 西片的一天 果然还是从被高木捉弄开始 而西片也为了反击绞尽脑汁 在发现自己有演绎这方面的天赋后 他决定了 要让高木在最可怕的田边老师的课笑出来 诶 西片 接招吧 最后害了还是自己啊 西片郁闷了 再惹老师生气他就完了 为了避免再被抓弄只能当起缩头乌龟 好可爱啊 西片立刻被扶入了 但下一秒 西片还是被老师制裁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正好高木在书法课上提出写下对彼此的需求 西片详写不要再抓弄我 但担心会被嘲笑 只好换了个委婉的说法 写好了一起看吧 这个也太委婉了 忍耐什么呢 就各种事啊 话说你那个维持现状是指什么啊 想要你一直都这样容易被抓弄 不好 又再一次被高木率先进攻了 西片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战役 自己不能再犹豫 也要进攻才行 但当他信心满满的写好后 却发现高木还没动笔 忽然想起西片的字看起来很不错 是在那里学过吗 我喜欢西片的字哦 给你 诶等等 别动 有东西在脸上 高木突如其来的温柔让西片不知所措 他也才意识到 或许是自己误会高木了 他可能一直都那么温柔 于是把原本喜好的温柔改成了一开始要写的 不要抓弄我 这个做不到哦 回答得太快了 那你又写了什么 原来刚才是把墨汁粘在西片脸上啊 果然心动就没好事 什么温柔都是假象啊 所以西片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报复 但因为太专注思考这件事 搞得他根本没好好上课 被老师点名根本回答不出来 不过这却让他灵机一动 今天正好是18号 高木的学号也是18 被老师点名的概率99.9999% 只要分散他的注意力 让他回答不上问题 他就会挨骂 計画通理 于是西片开始故意找高木聊天 果然没多久高木的学号就被点到了 正等着他出球 却没想到高木完美应对 在想什么啊 又在想我的事情吗 在 才没有 我现在可是满脑子都是西片的事哦 这 只是在想如何捉弄我而已吧 啊 这该死的心动又来了 也就是说西片要倒霉了 田边老师触不起放地点到了他的学号 结果也可想而知啊 接连失利就算了 西片还在泳池开放出日 因为手受伤不能下水 真是多灾多难啊 西片手上的伤 是像流浪猫伸手然后被咬了吧 你 你怎么知道啊 明明谁也没说啊 我只是随便说说 你真笨 不过我猜到了你受伤的原因 那你也猜我请假的理由啊 已经是高中生了 基本的生理常识还是有的 加上高木明显没有外伤 那只有一个可能了 生理期 但西片不好意思说出口啊 还在想吗 感觉你从刚开会就在看游泳中的女生 听说男生一有机会就会听这女生的欧派看 我 我 我没有 不提还好 一提西片就发现高木是个飞机场 那不游泳的原因 搞不好是因为记忆太小 可是这样说出来太私理了 所以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答生理期 不是哦 也不是因为凶太小 现在看过了西片的洋相 可以去游泳啦 到头来请假就是为了捉弄西片啊 高木到底是多喜欢西片啊 要和高木比 西片果然还是太嫩了点 无论是从计谋还是大大程度 那是最近新出的饮料吧 好喝吗 好喝啊 你要喝一口吗 好啊 那可是言解解吻哦 原本还想让高木害羞 没想到他直接喝啦 你不喝吗 不 不喝 西片又一次输了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 可以碾压高木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天怜悯 今天西片的投赤是百发百中 让他嚣张地嘲笑没头中的高木 那来比赛吧 随便比哦 反正我不会输 如果你赢了 我就对你为命是从 那我记住的哦 不许翻口 所以说做人不要太嚣张啊 虽然西片拼命给自己做好的心理建设 但还是在投出去那一刻 西片 如果你赢了 我把出玩笑给你 这画素强啊 哪个宅男不会脸红啊 西片就这样输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高木什么都没让他做 被你这样做之后 感觉一辈子都赢不了啊 感觉你都赢不了 这真的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这样输下去不是办法 为了让自己有动力做出反击 他开始对自己设惩罚 高木一天捉弄他几次 他就罚自己做三倍数量的俘获撑 可是没怎么运动的他 忽然那么激烈的运动 免不了的肌肉酸痛 还被高木嘲笑 而他还只能谎称 这是在锻炼肌肉 发育时过度锻炼 会停止长高哦 那那怎么办 啊 这是传闻啦 反而适当的锻炼 有助于长高哦 你放心锻炼吧 虽然不明显 但看着确实更壮实了哦 也更帅气了呢 啊啦 脸又红了 这这 只是因为太热了 这波狗粮真的是出不及防啊 之后两人的关系 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下雨天共撑一把伞 锡片原本还幸灾乐祸 高木没带伞 没想到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相死伞吗 为了缓解尴尬 锡片捉唇的机会捉弄高木 好可爱哦 这真的是正常人吗 捉弄不成锡片反而被青蛙吓到了 你那边的肩膀淋湿了耶 会感冒的 我再靠过来一点好了 啊 这是心动的感觉 无了不被发现紧张 锡片也赶紧转移话题 没 没想到你会忘记带伞啊 该不会是你其实很冒失吧 嗯 的确是有点健忘 正巧我有一件事忘了 两个人这样共撑一把伞的情形 叫什么呢 啊 那 这 这个 那 相思伞 哦 什么 啊 相思伞 想起来了 你绝对没有忘记啊 今天又是高木胜利的一天 不过锡片也因为在被高木捉弄时的反应太大 被田边老师批评上课太吵 罚他去打扫理科教室 没想到高木同学也在 猜拳输掉的人 就负责打扫教室的四分之一如何 来第一局我会出拳头哦 结果锡片疑心病太重输掉了 接下来高木就没有放水了 锡片直接连书四次 一个人打扫完整间教室 真是的 不想再吃苦头的话 就不要再来抓弄我了 那下次会谨慎点的 等一下又被法打扫卫生 我又没有被要求打扫 我啊 也想要体验两个人共处于世的青春嘛 我没好量 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而正值青春的少男少女 都免不了会沉迷于偶像剧 于是锡片通宵看百分百单恋 结果第二天不仅感冒还迟到了 但是他可是从剧中学了不少秘技啊 锡片就愿意问这招 让高木为他修红脸 但等了好一阵子 高木都没有要抓弄他的意思 然后锡片就急了 试图引起高木的注意 高木安静的模样是心动的感觉 还没修到别人自己心害羞啦 这一局高木不战而胜啦